二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臉部就是蜂窩性組織炎 也是像痘痘這樣子 那塗藥 吃藥 好像也消不太下去 因為他本身 醃酒熬夜的習慣也不是很好 那接著我們就等他熟了 熟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幫你畫一刀 然後讓你引流出來 那絕大部分的病人 因為你即使畫一刀 引流出來也該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畫一刀之後 他那個膿 就會慢慢慢慢這樣排出來 可是因為他年輕 他的皮膚愈合力很好 然後加上他 其實雖然說他有這個狀況 醫生也告訴你說 你醃酒什麼不要碰 但是有些人聽歸聽 坐歸坐應該還是照碰 所以他變成怎麼樣 我們這樣畫了一刀之後 隔了兩天 他的膿又被封在裡面 然後再來就要再畫一刀 因為其實你這個臉 我們一般都不會說 像比如說你是背後 或者是臀部 我可能大刀闊斧的 就可以畫搭一點 臉不一樣 臉不想說你畫搭 其實他會來很痕 萬一破相 對 所以就在那邊 在那邊很掙扎 然後他自己又不乖 後來到最後 到第三次發生這樣子皮 每次都被他封住 然後就又再發燒 就又再蓄濃 我覺得他說 我這一次真的要把你畫大刀一點 可是真的會有一個疤痕在那邊 還好現在我們也跟他講說 不過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現在醫美的技術也很進步 你起碼先把你的問題治療好 因為很多人糾結於傷口的問題 然後就不去做治療 那反而你會拖延到你的病情 這種就長太快 那另外一個類似的狀況 是我一個二十多歲的一個女生 那他本身就有多發性的一個 乳房纖維線流的問題 一般有多發性的 那我們就 這一顆真的有大於三公分的 我建議他開刀 那當然開刀也開一個 小小的一條線而已 可是問題就是好死不死 這女生有蟹竹腫的體脂 以現在的技術開完刀之後 應該之後都看不太到痕跡 但是他就變成一條厚厚 紅紅的 然後像那個小蟲在上面這樣 然後所以他又在我這邊 追蹤追蹤的時候 我說他多發性 結果他另外一邊又長了 又長到一個3.5公分 那這時候要開我就很為難 因為他又很摘 因為未婚嘛 才二十多歲又未婚 然後在那邊又... 你明明知道他有蟹竹腫體脂 現在的醫學是這樣 萬一萬一真的你有蟹竹腫體脂的話 他有幾個做法 就是說第一個你在手術中 你可能就變成說有一些自肥號 才要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可能手術後 你可能甚至要傷口邊在癒合的 那個過程 你就要打一點像類固醇的除疤的東西 甚至我們遇到更慘的 就連這樣都不會好 還一再的發作的 那一種要做到 我們一般講在治療癌症的電療 有的人甚至他的疤痕要用那種電療 就是說你開完刀了 那你已經知道 你前面這種方法都用不好了 你就直接開完刀 等到傷口癒合你馬上去電療 那種才可以減低這個疤痕的一個發生 是 所以我們常常在處理 同樣的疾病的時候 會因為體質的關係 每個人的恢復狀況也不一樣 我之前印象滿深刻的 就是有一次我幫兩位 大概四十多歲的女士開刀 那兩位的疾病就非常非常像 都是因為子宮極限症 造成他們出血量大 每次月薪來的時候出血量大 所以會有貧血 然後子宮本身 丈丈的大概有快到十幾公分 所以會有貧尿這些症狀 那後來跟他們解釋過後的話 他們都決定把子宮乾脆做切除 那就做一個負腔鏡的子宮切除手術 那他們兩個剛好就住在同一個病房 那那一天開刀就是 A先開第一台刀 然後B開第二台刀 但都是做子宮的切除手術 那後來的話 我們就開刀 開第一位的時候就遇到鐵板 很奇怪 進去那個腹腔裡面的時候 我們正常狀況 兩位以前都沒有開過刀 那A女士裡面就有沾黏 那我們通常會認為說 這種沾黏應該是手術過後才有沾黏 但是這個病人 他本來就有沾黏 沒有動過手術 小腸的部分整個是黏在子宮上面 那變成是我們要把子宮切下來 我必須第一步先把這個腸子 要先分開 把沾黏的部分做分離 然後才能夠把子宮切下來 所以就花了很久的時間 那一台刀大概花了三個多小時 然後後來到B女士要開的時候 她就說 黎醫師你怎麼開這麼久這樣子 那後來隔天再去看病人的時候 兩位因為住一起 然後A女士就在那邊挨挨腳 就說好痛喔 好痛喔 但B女士其實恢復已經還不錯了 那A女士就有點抱怨 就說 黎醫師 我們不是開一樣的刀嗎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很痛這樣子 你是不是裡面沒有幫我開好 那我就很無奈 我就說沒有 因為你的肚子裡面 那個時候有沾黏 那腸子就沾在子宮上面 所以我必須先把沾黏分離 才能幫你把子宮切除 她一臉不相信的樣子看著我 她說黎醫師你不要說謊 我以前沒有開過刀 肚子裡面怎麼可能有沾黏這樣子 我還給她看手術 因為我們現在裡面都會照相 就是裡面真的有這樣子 長子沾黏的狀況 我說而且你這樣子 我們有做長沾黏的分離 你的恢復會比一般的人要慢一些 因為長道的恢復會比人家久 所以後來B女士開完刀之後 大概隔一天就出院了 因為恢復得很好 那A女士因為有分這件沾黏的問題的話 她隔了三天才出院 講到這個長沾黏 我就補充一下 就大部分還是因為開刀引起的 因為我們開刀會 對我們組織的人會受個傷害 那受傷之後 我們身體就會要起一些發炎反應 然後就是因為為了修復那個傷口 所以就會產生一些纖維化的組織 然後這個就可能會造成沾黏 那不過少部分的人 就之前也沒開刀 之前遇過幾個 就是她可能之前有發炎過 那沾黏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她如果這個沾黏 讓我們這個腸子等於黏住了 所以我們等於吃下去的東西下不去 下不去就會變成腸阻塞 所以就全部都吐出來 那還有另外一個併發症 就是有時候沾黏會造成那個 宿軟管的沾黏 那可能會影響到那個排檔 所以有些補孕症是因為 也可能之前開過 造成我們下腹部的沾黏 造成了一些補孕症 那我現在遇到這個 可以是非常特殊 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案例 她大概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一個女性 然後她就是本來是 就是要住到婦產科 去開那個子宮肌瘤 她就自費 就買了那個防沾黏的凝膠 開完刀本來也沒有什麼事 然後事後第一天也吃得好好的 都沒事 那第二天開得就很奇怪 就開始一直吐 就一直吐那種綠色的膽子 就一看就覺得是那種 有腸阻塞的狀況 那就因為她實在是沒有辦法 就一直吃不下東西 就那個婦產科就匯整我們外科 我們就開進去 那開進去就 就剛剛好看到就有一根 就有一根沾黏 就從那個她子宮的那個 切開的那個傷口 就連到那個我們的那個大網膜 就這樣一條 那這條東西又好死不死 她就像我們一個繩子 去把那個脖子勒住 就把那個腸子整個勒成一圈 所以我們吃的東西根本就 因為那個這個沾黏 根本下不去 這個我有去查過文件 這個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罕見的案例 就是她這個人的體質很特殊 她就會對這個防沾黏的凝膠 會起一些很快速的反應 所以才會這麼快產生沾黏 不過這還是很罕見的案例 可是有些沾黏的一個狀況 不只是我們剛才想像的 只有腸道的一個問題 有時候會造成你後續 你要治療上會變得非常非常麻煩 那以前在很早很早的時代 老師都說膽囊炎正在發作 跑急診的時候 你要嘛三天內開 要嘛就是30天以後開 比較早期的想法就是說 你三天後你發炎得很厲害 所以你旁邊的組織會沾黏的很厲害 血管新生的很厲害 所以你開刀也容易出血 然後你要分也不好分 所以就會訂出這個時間 但隨著我們開刀的器械技術越來越進步 沒有那麼的硬性會定 對 但是有的狀況就是病人製造的 我覺得一個30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其實也就是我們講的膽結石 他就覺得說上天給他這個東西一定有用 即便他痛了一次兩次 他就是打死不開他 所以在這個三年內 他跑了急診跑了十幾次 那跑了十幾次之後 最後人家跟他說 你這個膽已經開始變萎縮了 一般膽結石塞住的時候 膽是腫脹發炎 他已經到萎縮到 甚至我們在講有一種叫實話 就已經開始這個硬掉了 直到後來就是說 他的黃膽跑出來 也就是說他的石頭有掉進腫膽管 然後他就變成 因為你已經開始有黃膽的狀況 他就變成到急診 然後變膽管研就收住院 內科去幫他用胃鏡 要去撈這個石頭的時候 也因為他旁邊發炎得太久太厲害了 所以他就是講我們各個地方的沾黏 所有的解剖位置變得很硬很扭曲 所以造成他非常非常難做 所以只好就最後還是請外科去做 他原本你是膽在那邊 我們一般在開一個膽結石的刀 大概就二十幾分鐘 加膽管大概一個小時了不起 快 腹腔劍下去做 可是因為他太久的反覆發炎 所以他上面跟肝臟 左邊跟這個膽管跟這個十二指腸 下面跟大腸 後面跟腎臟跟腎臟線 完全黏成一塊肉餅 那你黏成一塊肉餅的時候 他那個手術我們就動了 大概三個多小時 而且動完之後 其實有時候外科醫師就是會心驚膽戰 因為會不曉得你這鞭刀 東西我到底有沒有傷到什麼 大家要知道說 膽道如果說很嚴重的傷到之後 他不是只要把膽囊切掉 他要把膽管結斷之後 再拿一個腸子來接 會有很嚴重的併發症 所以就是說萬一萬一 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時候 你要該就醫就及早就醫 不要造成自己體內 有非常嚴重的沾黏 才要做下一步的動作 人各有命 每個人體制也不一樣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有什麼狀況 盡早跟醫師溝通 是 碰到問題的不要多 才能夠獲得最好的治療 好 再次我們恭喜 真白色而人足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